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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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話那就再一個掌聲吧 好 那我就不再多說我是誰了 我是君翰 那每個人都有夢想 我知道 那夢想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攤開來看 其實夢想很簡單嘛 工作跟興趣 我們先不談夢想 先不談現實 把那些撇清 其實就是工作跟興趣 你現在坐在這裡 你現在做一件事情 是為了工作呢 還是為了你的興趣 那興趣的東西我就不談了 我跳舞的 那我三不五十拿來的世界冠軍 可能是我的夢想 那工作的部分呢 其實就談兩件事情 你是要創業 還是你要就業 那這兩個東西差別在哪裡 你是要怎麼去選擇呢 我其實只有一個東西 人家說風險 那風險是什麼 可以控制不可以控制 那我說這麼多 這些東西聽起來怎樣 很無聊 Why so fucking serious 所以呢 我的人生很有趣 我高中一畢業 畢業前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到我就是 人家一句話 我就說好OK辦 然後我主辦過 各個大大小小的活動 我高中的時候 甚至還主持過 台商跟路商那種交流會 你知道嗎 就是在豪華郵輪上面 然後我一上去的時候 我就 OK make some noise 沒聲音 然後我也當過跆拳道選手 然後我也不說了 反正是 我是一個很喜歡去嘗試 有趣的事情 而且我會很認真的去玩 然後我是我們班上 成績倒數第二差 可是我是班長 我是學校模範生 然後我也是不說了 反正就是 我覺得重要的是 對我來講差別在哪裡 玩跟讀書 或者是工作或是什麼 一樣都是要學習 那學習的關鍵是什麼 人一生都在學習 學習為了什麼 有人說學習為了你之後的工作 人生八十年來看日 工作只有 所謂短短的五年 職涯嗎 那你的生涯要是什麼 Why 沒關係這樣我一樣可以講 那你的生涯是什麼 我覺得真正我追求的是我生涯 我死掉之後 我死掉之前 我可以帶來什麼 別人會怎麼記住我 這是我想去記住的事情 所以這五年呢 我怎麼規劃 嗯 可能就是賺個大錢 然後可以讓我好好的去享受我的人生 那OK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開始去想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喜歡做生意 因為賣保單也是生意啊 然後你做職效也是生意 你賣產品一樣 都一樣是在賣東西 賣點子也是一樣 我呢 我現在目前是做廣告 我選擇先從廣告開始 我接婚紗 我接攝影 然後我甚至 我賣 我兩趕一路賣 天氣很熱的時候 所以我喜歡做生意 然後我開始想 好那我怎麼把我這東西 然後往我想要做的地方去走 我想要做什麼 我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雷川 為什麼剛剛提到雷川 雷川是我在以前辦的一場比賽 叫做Legend of High 然後呢 比賽的話就是集結很多人 然後活動意義上面寫得很漂亮 然後很感動很震驚這樣 辦完之後我們其實都是一群很不震驚的人 那 後來我們就決定說 欸台中太無聊了 我們要來做些事情 讓台中不無聊 讓整個台灣不無聊 甚至是讓我們大家都不無聊 可是 又可以學習到東西 所以 簡單概念就是 我們做什麼都可以 可是我們會很認真的去做 那 那之前在別的地方有分享過雷川 它的概念跟一些比較細節的 detail 可是今天我想要自己的分享是 你之後會看到雷川 我覺得那是大家比較興趣 想像一下一個地方 我們分三種客人 A客 B客 跟C客 A的話就是你從來沒有聽過這地方 從來沒看過 從來沒進來過 然後你先走進去 想像空間大部分都是正方形的 很少有圓形的地方 很大一間你走進去 你會先看到一個shop 它前面有書店 然後有很多東西 小小的雜物 OK看到我們的左邊 右邊 左邊呢你會看到 它概念有點像是cold cold working 就是比較冰冷型的 右邊是worm 比較wood working 那我先從右邊來講 右邊的話 你會看到幾個關鍵 第一個陽光 然後沙灘筆 不是 陽光 然後木頭質感 可能工業風 然後很多很多的人 然後牆壁上 滿滿的全部都是插畫 然後很多各種奇怪的東西 收藏品 然後你可能看到桌球桌 你也可能看到有滑板台 你看人跟人是聚在一群 一群一群熱烈在討論 你會需要 你會看到所有 你需要開會用到機器 maybe 投影燈 然後椅子 它是沉堆沉堆沉堆 maybe 地上都是藍骨頭 就是word walking 我想要看到人在那邊 激烈的討論 或是 可能你在 走路走路 那邊收藏品 你可能看他得到一些idea 所以這是word walking 左邊呢 是code working 就是很冰冷的思考 來自於是說 我在晚上讀書的習慣 我會開夜燈 為什麼我不是開全燈呢 因為 當我開夜燈的時候 我的focus就在那本書 起來都是黑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很專心 那這很方便我在於思考的時候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那邊的桌子 或是意象就是 一張一張一張的獨立的燈光 然後人坐在那邊 安靜的去做思考 牆壁邊邊呢 會擺滿各種的展品 比如說這一期展的主角是 我的概念 我可能這次找的是阿峰哥 那對阿峰哥來講 他的我是呢 他就把他生命中很重要的東西 可能放在上面 他的眼鏡 他的髮型 他很喜歡的一個照片 他高中追過的一個女生 之類的 這可能是他生命中的片段 可是我希望 在converting這個地方 他是比較屬於內在的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在最後面 你做酒的東西 肚子餓的嗎 找地方吃東西 我也要賺錢的 所以後面就會有我們的餐廳 那中間有個地方比較特別 你會看到一個涼亭 你會看到一個亭子 上面有一支麥克風 還有三個螢幕 那三個螢幕裡面 也都有各有一支麥克風 上面有三個國旗 有日本 韓國跟台灣的國旗 這是A客會看到的狀況 OK 你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你覺得這裡蠻酷的 OK 酷的人點頭搖頭 點頭 一個兩個三個 沒關係 越後面越酷 現在已經有一點點了 第二個 畢克你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你已經是我們的會員了 maybe就是你是雷川的會員 差別在哪裡 簡單講 第一個就是你打 買東西有折扣嗎 對不對 吃東西有折扣啊 還有什麼 你有一些資格 什麼資格 你可以去跟我們去提案 提什麼案子 我剛剛說過我支持任何人去做 有趣的事情 幽默的事情 不要太嚴肅 然後 所以呢 我想說不然這樣子好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做了兩個提案 這個是有一個人跟我提過 他說 欸君翰 我想要在台中有一套盒子 叫漢溪 他說我想要在漢溪上面 夕陽溪下的時候 我想要放五個大字 紅色的 兩層樓高 氣球飄草機 我說你要放什麼 我要放幹你幾百 我就 對我要這樣做 好有趣 可以 如果想像一下 今天兩個人 他還是他 令人說 我覺得台中流浪狗狗很可憐 然後他們想要一個家 什麼 兩個提案 我會把資金給誰 他 對我會去做他 為什麼 你們要知道 瘋子也是一種族群啊 瘋子也是一個族群啊 我相信 這場很多人也是瘋子 你心裡有一塊瘋的一面 可是 嗯 要做這種事情 或是要做任何愚蠢的事情 你是很難去得到資金上面的贊助的啊 你很難去做執行 重點是 越少人去推的話 那就越少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的環境怎樣 我張開新聞 我已經看到都是那些 很正義的事情 很衰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 我支持那麼多人 去做ridiculous的事情 是什麼 他們都充滿爭議性 有爭議性代表什麼 他有話題性 有話題性就是怎樣 充斥在你的新聞 充斥在你的Facebook 它變成什麼 大眾性 我是開廣告公司的 我支持那麼多人 去做那麼有趣的事情 台灣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OK 這是畢克 那我說 為什麼變會員有什麼差別呢 OK 你得當了 你當選了 我除了幫助你做這些事情 你還可以得到什麼 我送你出國 我剛剛不是說有三個麥克風嗎 日本 韓國跟台灣 在日本跟韓國 我也都想要設立這樣子的句點 然後日本跟韓國的瘋子 都會距離在那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特別選這兩個地方呢 原因很簡單 日本跟韓國 是他們的亞洲文化 非常的根深蒂固 甚至是說的有點傳統 台灣的話 非常彈性 所以台灣是 就像大前年一個經濟學家 他說台灣是最適合做生意的 國民啊 所以我覺得台灣做中書 然後這兩個國家可以去做交流 是非常有趣的 來自於說我之前比一個 京都造型藝術大學的繪畫比賽 那我看到日本跟韓國的作品 他們都是非常的誇張跟跳躍 那我覺得跟他們去做交流是有趣的 OK 那每個月每個月送出三個人 北中南州送出三個人 這樣去交流 一年會產生多少人 三十六個人 這三十六個人不求回報 只有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們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那件事情是什麼 maybe跨國聯誼也好 maybe跨年活動也好 我覺得那件事情 都是令人期待的 所以第三 C客的話 就是你已經非常善意我們的資源 你可能出國 你已經常去了 你甚至已經跟日本 或跟韓國那些人 已經有一些實際上的交流 或是合作 那我相信有些改變會出現 改變是什麼 改變來自於視野 你住在北屯區 你看到是隔壁飲料店打工機 因為樓下很沒 你住在台北 你可能升大學上台北 你會看到是怎麼 讓自己跟國際接歸 你現在到了國外 你是看怎麼樣把東西帶回台灣 所以這是我認為 可以實際上去改變人們的方式 我的糖果 我的糖衣 就是用有趣的事情去吸引大眾 那我都支持 可是都是用很認真的方式去看待 李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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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